悄悄告诉你 慢热的人其实最好追 我敢打赌啊 90%的兄弟都会被这句话劝退 你是个好人 但我想慢慢来 甚至有的兄弟直接标出舔狗金句 你慢慢考虑 我等你 到最后啊 身世是当了 备胎 没跑了 其实女生慢热不可怕 就怕兄弟乱说话 记住这两点啊 在这个快餐是爱情的时代 跟她来一场小火慢炖的爱情 有位兄弟找到我说 她通过朋友的介绍 认识了一个非常文静的女生 平时呢话很少 但是跟大兄弟聊的挺合拍的 两个人聊了半个月左右 大兄弟就觉得 这个女生也是喜欢她的 就邀请女生出来约会 想通过肢体接触 跟女生的关系更进一步 可每次大兄弟 有这个举动的时候啊 女生都会表现得很抗拒 大兄弟觉得 可能是自己还没有向女生表白 就跟女生发生了肢体接触 被女生误会了 索性呢就直接跟女生表白了 这个时候呢 女生是这么说的啊 你好突然啊 我们才认识多久 会不会太快了 到这里呢 很多兄弟想说 是不是这个兄弟太急了 女生还没有准备好 要么让他再想一想 我告诉你们啊 如果这个时候 你们给了这个女生时间 那女生宁愿一直纠结 也不会给你们答案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画皮 里面那只戏已经 陪了白狐上千年 可是白狐只一眼 就爱上了王生 所以感情靠的 可不是时间的长短 而是感觉 继续之后呢 我让大兄弟这么回 我相信你也能够感受到 这段时间你变得很开朗 很爱说话 如果你跟我相处这段时间 过得比之前开心 那你还在犹豫什么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第一个点 引发情感共鸣 我们仅用女生性格的改变 就在他脑海里面 营造出了两个人 相处时候的美好画面 既能够跟女生感同身受 又能让我们的行为变得合理 就那么不妨大胆的猜想一下 女生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反应 一 我们打动了女生 女生同意我们的表白 这里呢 我选二 因为如果女生这么容易 就同意这个兄弟呢 那也就不需要我来帮助了 所以女生大概率还是会纠结 我们接着看 女生说 这段时间跟你相处的 确实很开心 但我想慢慢来对感情负责 果不其然啊 女生还在纠结 她宁愿一直纠结折磨自己 也不愿意下这个台阶 优优寡断的 但你柔情似水 那我们就要在适当的时候 推她一把 把小夕引入大海 赐予她心声 我们直接回 我不相信什么日久生情 我只知道 有的人陪伴你再久 你也没感觉 而有的人只需要一眼 你连孩子名字都想好了 这里呢 我来问问兄弟们 感情靠的是时间吗 绝对不是 如果说时间能够培养出感情 那怎么会有一句 燕子没有你 我可怎么活呀 所以我们这里 就是要点醒女生 能决定感情的 从来都不是时间 女生回了 你不觉得快餐恋爱 很不负责吗 草草开场 又草草收场 这样经不起风浪的感情 有什么意思呢 不出所料 女生还在犹豫 同时她又顾虑 跟兄弟的感情基础不深 怕两个人的关系 会是一场闹剧 那我们要做的 就是打破女生的顾虑 所以我们这么回 我觉得对一段感情 最大的负责是 不辜负 不敷衍 努力经营 而不是纠结着 要不要开始 这个时候女生沉默了 大家兄弟很担心 她害怕这个女生 因为她的话心生退役 兄弟们觉得是这样吗 不是 女生这里之所以会沉默 是因为她对这个兄弟的观点 产生了认同 她找不到话语反驳 所以在做最后的思想斗争 那这里就到了 我们要讲的第二个点了 制造紧迫感 兄弟们应该都有过 购物的经历吧 那当你们在为你们心动的商品 犹豫的时候 导购员会让你再想想吗 我想不会 那导购员说什么 能够激发大兄弟们的购买欲呢 那就是紧迫感 一件快卖脱销的商品 和现在的兄弟一样 让女生产生情绪上的起伏 那女生又怎么会不接受我们呢 所以我们直接回 可能是我太急了吧 这两天家里一直催我去相亲 心情有点急躁 我们这里用相亲和急躁的心情 来给女生营造一种紧张的氛围 果然女生回了 那你直接去相亲好了呀 干嘛要找我 不出我们所料 女生开始急了 她跟这个兄弟的对话 醋意满满 但是天生矜持 让他们不会直接表达出来 所以想要以退为进 迫使大兄弟回心转意 那我们当然不能上当 我们回 是的 今天跟你聊完 如果没有什么结果 我会去的 这里我们酝酿一下 继续说 如果不是你 我只能选择将就 如果是将就 那谁都一样 女生过了很久 回了 你家里要是实在着急 我可以先陪你去应付一下 等以后你遇到更喜欢的人再说吧 这个时候呢 大兄弟跟我说 她很难受 她说为什么女生到了这一步 还是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答案 我告诉大兄弟 不要急 对于一个慢热的女生来说呢 你只需要看到她的前半句就够了 至于后半句呢 不过是她自己给自己找的台阶而已 而这个就已经是她最能接受的主动了 后续啊 我又指导大兄弟和女生聊了一个多月 大兄弟呢 和女生的关系也是节节攀升 于是呢 我就让大兄邀请女生去参加了她的家宴 这个女生不知道的是 有一场 我为大兄弟精心策划的表白在等着她 在宴席的气氛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啊 兄弟就向女生说出了那句 在心里重复上万遍的话 后来呢 听兄弟说 女生当时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没有丝毫犹豫 就直接答应了大兄弟 那其实慢热的女生啊 在感情里面会更加认真 我相信只要你努力的提升自己 追女生就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因为女生现在不喜欢你 并不代表她不会从现在开始喜欢上你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信商让她到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相亲吻 或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L388帮助你 如果有信件帮上 请你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及我的最新联系帮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